影片開始前要跟各位說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的頻道會員開始啦 一共分為三種規格 每個月只要45人台幣 就能享有各種會員福利 有想支持本頻道的 歡迎點選下方連結 或是到我的頻道首頁點選加入 才看更多會員福利 整片開始 哈囉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白神 今天影片呢算是遲來的介紹吧 相信各位都知道 在今年的3月30號 戰鬥陀螺X 全新的UX 系統就會正式推出了 所以這支影片就是要來跟大家簡單聊一下這個新系統 不過這應該不算是新的世代 因為後續商品編號一樣有BX 所以UX應該只是一種分支進化路線 那麼我們還是直接進入正題吧 UX系統 據官方所說 是在原本陀螺的基礎上 將金屬向外側分布 我們就直接先來看第一顆吧 UX01 蒼龍破壞者 E60A 結構上跟之前沒有區別 一樣都是戰刃吉倫以及軸心組成 看到這全新的蒼龍戰刃 就一臉聖劍的樣子 有很明顯的偏重型設計 搭配E60更加強單點攻擊的能力 軸心A 是目前齒輪數最多的 有整整16尺 可以將極限衝擊的力量及速度更提升 接下來UX02 惡魔巨鎚370H 看這個形狀跟原本惡魔的造型算是跳脫蠻大的 變成比較偏三刃的造型 但相較一般攻擊型來說 刃的形狀比較頓一些 但惡魔特有的下壓特性還是有保留的 甚至更加特化 370吉倫這就沒什麼好說的 H軸 這個形狀實在是有點一言難盡 是一個六邊形的造型 再從各角延伸到中心形成一個支撐點 官方號稱不管從哪邊來的攻擊 都能完全抵禦支撐 最後是UX03魔導魔杖 570DB 應該是這次新機體裡比較值得期待的一顆 這次主打最大進 並且非常外重心 而且它的形狀是真的滿圓的 感覺有機會成為賽場型陀螺 不過最終還是要看重量怎麼樣啦 570的輪排也沒什麼好介紹了 DB軸 這個東西有點類似YR軸 只是軸端變高變尖 這顆如果要強應該是盡量不要碰到極限吊索 不然它那個外環絕對刮爛 另外再多介紹一個新品吧 日本B4店家通販商品 B00絞殺風騎560GF 顏色還是滿好看的 那B4店家就是例如玩具反抖層那類的 好啦 那我們以上就是全新UX系統的簡單介紹啦 各位對這些全新的圖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底下留言分享 那麼就下面結束 如果我喜歡和可以訂閱 分享 互忽按讚 訂閱 按讚 訂閱 訂閱 按讚 點讚 也喜歡繼續註斷 那麼大小是B甚克 各位新鮑魚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